全國的投資本大家好 我是人員投庫首席分譯師 也一名岩老師 那今天是週末假日 那很高興的在我們李洲這個平台 這個岩老師穩超聖券節目裡面 跟大家再度的一個見面 那當然這個未來的行情裡面 其實岩老師是非常樂觀的 12月份的行情裡面 他有所謂的標股的一個行情 也就是個股的一個表現 因為大盤到目前為止 他是屬於一個量縮整理 但是個股的一個表現 有些股價在低檔區 他們未來都會大漲 所以說12月份的行情記得 先蹲後跳 既然已經蹲完了 那未來的行情的話 在補量上工之後 這個行情會越來越熱 那12月的話還有所謂的 這個法人作賬的一個行情 資金的一個熱度的一個行情 再加上所謂的元月份的一個效益 還有所謂的下個月 有所謂的總統大選的行情 這麼多的一個利多消息 它會造成台股在12月份裡面 很多的股票它即將都會噴出 所以說現在的大盤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用過於擔心 那今天跟大家來講講標股 標股第一檔股票看到所謂的8182的架高 其實這檔股票一樣是講很久了對不對 今天總算怎麼樣 總算拉回修正了 那拉回修正其實是好事情 其實我在股票一個操作 我都希望大家怎麼樣 第一個低檔去佈局 第二個拉回找買點 那加高的部分其實 它是做所謂的實音元件 非常重要的一檔指標性質的股票 如果說加高都能夠漲的話 那未來很多的小型股 都會去做出一個帶動 那當然遊戲類股的話 我跟大家舉一檔股票就要6169的育權 對不對 育權的股價在進行創新高嘛 但是現在的話你看到 它也進行所謂的整理 很多的股票都跟所謂的育權一樣 加高一樣 都從現在開始底部開始起漲 經過所謂的形態整理 那在多頭控盤之下的話 這些股票都是屬於一個新的族群 新的一個主流 顏老師帶現在去操作的 就是未來會大漲的新的一個族群 那當然3661的世新KY 我相信這張股票你不會陌生啊 因為這張股票我之前就送給你了 這個股票你不要說漲一倍 超過了嘛 漲兩倍也超過了 可能漲到三倍了 也就是說今年很多的股票 都跟世新KY一樣 當你在低檔區不敢買的時候 這個股價就是會緊緊漲 這個股價在拉回修正之後 那都會怎麼樣 都會去挑戰前高的一個位置去拉 其實這個股票你現在看他好像怎麼樣 都還沒有結束 所以說很多股票應該都是同樣的類型 那小新股的部分6531的愛普對不對 他已經到了所謂的分盤交易了 已經被警示了 所謂的標股就是怎樣 會被關緊閉 就是會被怎樣警示嘛 像愛普的話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檔所謂的概念股 我之前在節目裡面 在低根漲年晚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他有所謂的庫長股的效益 還有所謂的一次性 提裂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損失嘛 所以說在這個利空衝擊 把它淡化之下 這個產業開始出現所謂的翻轉 當然這個是做被動元件的一個族群 那我認為目前為止 這檔股票具有所謂的 這個籌碼的一個優勢 再加上所謂的轉息的一個題材 當然這個股票已經到警示了好不好 你就不用去追了 真的想要買的話就等到下禮拜 這個股票不再被警示的 有拉回一個機會 你就可以再度的去做出一個出手的動作 那MOSB的話今天有檔股票 直接從低檔區直接 好又很快的速度拉到漲停板 是哪一檔 三三一七的尼克森 很久沒有談到這檔股票了 那當然這個MOSB的股票 包含尼克森大宗捷利 這三檔股票是指標性質的股票 但是今天的尼克森非常強 那下禮拜會不會漲到竭力 會不會漲到所謂的大宗 這個族群是同樣一個族群 所以說今天我們看到尼克森先動 未來的話大宗竭力 還有一些所謂的相關的二線的股票 他會隨著大盤的一個類股輪動 開始做出一個補量上攻 這個就是顏老師必須要跟大家講的 那之前跟大家講的被動元件 主要要看到什麼二三一七的國劇 國劇在今天的尾盤 開始做出一個拉抬 今天的國劇在收盤的時候 以收盤價而言的話是再創 收盤價的一個性高 跟大家講所謂的被動元件 現在大家都可以證明到 我再舉一檔股票 叫2492的華興科好不好 那今天華興科也是很強 但是目前為止你看形態上面 他是屬於一個底部成型 低檔區開始翻轉的股票 所以說你現在要佈局的股票 除了說你之前國劇沒有做到 那在這種在低檔區的華興科 那同樣族群的 但是低位階的股票 你就可以利用拉回的時候 稍微的去做出一個 買進的動作 跟大家講到被動元件 跟大家講到錫金元 那近期以來當然了 這個低潤的族群也開始動了 南亞科華亞科是一線股票 但是今天二線的股票 3260的威剛比較強 3260威剛兩天上漲 就即將要突破前高了 但是爺老師操作的股票 我是希望怎麼樣 大家是怎麼樣 是可以用波段來操作的 不是說今天做一個短線的一個價差 第一線的價差你可能賺得到錢 但是你長期而言的話 做所謂的波段的話 他是比較划算 那今天可能要跟大家講到 未來有機會的一個標馬股 那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有一檔低位接著叫2474的可乘 拉回找買點的話這檔股票非常合適 非常合適 我講股票不會說只舉一檔股票 另外一檔股票6510的金測 金測的話今天股價差一檔拉到漲停板 這個股價從1010塊錢修正到800塊錢 很多人認為說這個行進結束了 所以說都賺不到錢 但是顏老師提醒各位 金測的股價 你如果說真的可以利用拉回找買點的話 今天的一個收盤價又快要來到1000塊了 那未來金測的股價會不會到10001200 甚至到15002000塊錢我不知道 但是你在我們李宗提 李宗這個平台裡面 顏老師節目裡面金測這檔股票 你未來可以常常的看到 另外一檔股票三一五二景德 景德的股價的話在今天收盤價 一樣再創破端新高 跳空大漲之後 往目前為止走行在這裡 下個禮拜請注意 這檔股票有沒有機會噴出 那當然今天是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看到字卡的部分 顏老師今天要送各位一個大禮 這份禮物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推出12月份 唯一的一檔單股所單 12月份哪一檔股票最標 就是這檔股票 12月份的標王之王 但是我只有限定前面10位 前面10位的 我這個QRCO現在擺在這個地方 你趕快去做這個掃描 也就是說我們只有限定 今天的一個李宗TV的節目裡面 你看到了 我顏老師現在跟你講這檔股票 12月份的標王之王 你有興趣的 你一定要拿到的 你想賺錢的 那你不用客氣 聽你的機會很難得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但是我們為什麼只有限10個名額 因為這檔股票籌碼面 老師講過了一檔股票 籌碼面最重要 籌碼就是它的生命 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積極參與的 但是沒有辦法讓大家一次的買到 所以說我們一個名額 我們一個節目時段 我們就開放10個名額 只要你有辦法在前面10位的 直接掃描我們現在 這個螢幕上面 所顯示的一個QRCODE 前面10位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樣 禮拜一跟著我們一起來同步 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這檔股票的通知辦法 我們會用所謂的打電話的一個方式 加LINE成為一趟是好朋友 註明一下你的電話聯絡的一個 姓名 再加上你的操作的一個資金 之前你沒有做到清澈的 拿360塊錢漲到1000塊的 對不對 你沒有做到的 那沒有辦法嘛對不對 但是你有做到的 老師恭喜你好不好 這樣股票是送給你的 市新的部分也是一樣 73塊錢漲到243 漲了3倍 你有賺到了老師也恭喜你 你近期以來你操作所謂的23 一期的國巨從203塊漲到375塊 漲了90% 你買到資金 買到資金 買到資金 買到國巨 林老師都恭喜你 但是那個已經過去了 過去事情就不用再談了對不對 你現在要把握是當下 當下就是這檔股票 12月份最強最標的股票 我今天一個節目時段 林老師非常難得的 我就開放10個名額 這10個名額的話記得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聯絡的方式 就是在禮拜一一開盤的時候 這檔股票如果發動了 我們會立即的請我們的助理 直接來做出個通知 想要參與我們12月份 彪王之王的一個操作 這檔股票記得一定要拿到 一定要拿到非常的重要 我們看到字卡的第二章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什麼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 一樣被動元件 12月份到農曆新年前還會再漲 矽晶圓的部分今天的什麼 環球晶對不對 連續漲三天了 矽晶圓也是很強 拉回趕快去佈局 觸控的族群 不會說跟基本面 它完全一樣 我知道你現在聽到的觸控 都是不好的消息對不對 但下禮拜開始 這個消息面可能會 變所謂的風向 那第一段的族群 當然最近的股票都很強 華亞科 南亞科 今天的威剛也很強 所以說第四季 漲來漲去還是這些股票 但是我們回到字卡的第一章 顏老師現在給各位更好的選擇 因為這檔股票是屬於單股所單的 顏老師非常有誠意的 我希望每一個人 從今天開始都能夠賺得到錢 我希望每一個人 看到顏老師李宙TV的 每個人都在 做所謂的掃描QRCO加LINE的動作之後 能夠參與這檔股票的一個操作 因為12月份的操作賺錢 它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那這個機會上面請大家好好的把握 12月份的標王之王 今天開放前面10位 這個標王之王資料一定要拿到 禮拜一早上我們準時進場布局 謝謝各位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願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神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